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今天的视频呢,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Aquazand 我们需要的是各种各样颜色的一个沙子 然后这个沙子的颜色呢,你可以去买那种带颜色的沙子呢 也可以去自己给沙子上色 当时呢,我们还需要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防水喷雾 这个防水喷雾呢,就是给我们家里的家具 就是喷上这种皮质产品的一个防水喷雾 或者是给我们鞋子呢,就是冬天的时候给它喷的一个防水的一个喷雾 我们还需要的呢,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塑料布,塑料纸 然后要垫在下面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下面的桌子 或者是你可以有报纸的话呢,就用报纸垫在我们的桌面上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防水的一个喷雾 是给我们的鞋子啊,衣服啊,在冬天的时候呢 喷上去了之后它会让我们的布料干得非常的快 然后也不会有水会进入我们的布料 不知道呢,小朋友呢,其实可以问一下家长哪里可以有买到这种防水的喷雾 或者是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防水的喷雾 我们首先呢,是先要把我们的沙子均匀的铺在我们的这个铺的这张纸上 然后尽可能呢,要让我们的沙子呢,非常细密的铺在这个纸上 等会我为什么呢,会告诉大家 我们的沙子均匀的铺在我们的沙子上 我们的沙子均匀在我们的沙子上 我们把所有的沙子一定要非常稀疏地给它铺在我们的纸上 让它这个沙的这一层呢,尽可能的薄 然后现在呢,要用到我们的防水喷雾 把我们的沙子呢,全都给它喷在我们的防水喷雾上 喷了防水喷雾之后呢,我们的沙子呢,就会防水了 让我们的沙子呢,喷了之后 大概是要至少要等一个小时让它晾干 晾干了之后呢,我们的沙子就可以把它灌在瓶子里面 然后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小朋友在家呢 是最好是在室外来做我们这个手工自制的一个Aquazine 或者是一个神奇的水族沙子 因为它这个防水的喷雾呢 其实它是有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刺鼻的气味 所以呢,是最好是在室外的时候呢 去喷我们这个沙子的一个喷雾 喷完了之后呢,你还要再放一个小时进行一个晾干 做好了之后,我们的沙子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其实是跟普通的沙子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主要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沙子给它铺平 同时呢,在这个沙子里面你一定要加入这个比较好的 或者是比较好,比较强烈防水的这种喷雾 在这个用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到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漏斗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方便的把它灌进我们之前用过的小的魔法沙子的瓶子里面 灌好了之后呢,就可以用平常我们去怎么样去玩我们水族沙子 你就可以怎么样来玩使用我们这个沙子 如果小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担当水箱的赞 在下期的视频呢,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或者是展示一下 我们自己做的这么一个DIY的一个水族沙子 不要忘了给我们留言,然后留下你的问题,想法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我们非常的期待你的留言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有意思的视频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一个小视频是等着你来看 有很多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小视频,以及DIY的一个小视频等等等等 那么都欢迎大家过来看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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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